我最喜欢就是喜 我觉得人生要有喜感 表达我们的意见 甚至表达我们的爱和乐 都要有某种程度的喜感 可是有人他没有喜感 他很严肃 严肃到不知笑为何物 连笑都不笑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故事 就是那位宝斯 他不笑的 可是周幽王为了取悦他 结果烽火戏诸侯 把诸侯的部队骗过来 结果这个女人就笑起来了 原来要用这种惊天动地的方法 才能博美人一笑 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不笑的人 就是你我都知道的包公 正史上记载包公 说他包承孝黄河清 包公 他的名字叫包承 正史上记载叫做包承孝黄河清 就是包公这个人 他如果有笑脸的时候 黄河也不会黄了 黄河里面的泥沙很多 叫黄河 如果包公肯笑的时候 黄河会变轻了 意思是说包公绝对不笑 证明什么 证明这个人非常非常的严肃 而他的职务 正好符合了这个严肃的标准 他等于又是警察 又是公安人员 又是检察官 又是法官 又是筷子手 他包办 你懂吧 所以太恐怖了 这包公的正直是不容怀疑的 可是包公的手段 在现在的人权法治的标准看起来 是恐怖的 包承孝黄河清 在1973年 内地发掘了包公这个坟 在包公的坟里面 找到了很多文献 比如说 找到了穆志明的盖明文 送书密 赴史 赠礼部 上书 孝肃 包公 牧名 这都是 小传 写的这次 这是几个 包公的 家里面的这些碑 这是由王哲先生 王哲先生 他提供给我的 使我们对包公 有进一步的了解 知道他的儿子很早就死掉了 他的儿媳妇 守寡 又生了孙子 就是此类 就在家世 这些情况 使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了包公 包公在历史上面 像个从高山上面滚下的一个雪球 本来是个小球 一边滚了 一边就很多雪 就沾在上面 就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中国历史上 有很多人物 他是滚雪球滚大的 像关公 当时只是一个失败的将军 并且还是个闯祸的 刘备的天下 很多都是被关公的傲慢 给惹来的麻烦 所以关公是个闯祸的人 打仗也打败了 可是因为他是一个失败的英雄 关公就开始滚雪球 一滚滚滚滚滚滚滚 滚到现在 变成个好大好大的 一个民间的神 很多历史人物 本来没有那么大 经过时间的演变 越滚越大 像包公 滚了一千年 所以他给我们一个象征 就是代表了人间的不畏强梁 代表了正义 并且有执行能力 能够把驸马爷 头头砍下来 就这种 出现条的 满足了人民 对法治清明的一个象征 事实上包公在宋朝 并没有那么神气 包公不孝 问题来了 包公还有小老婆 跟小老婆上床 笑不笑 看看我李敖的说法 下床不笑 上床也不必笑 为什么 跟女朋友上床不笑呢 请大家想想看 全世界有一个快乐 最大最大的快乐 他不需要笑 就能够满足这种快乐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就是啊 他可以快乐 可能不需要笑 包公 跟小老婆上床 也不需要笑 下床不笑 上床 也不笑 现在看 李敖 用宇妙天下 向大家展示 这个学问 全世界的种族里面 有一个人种啊 他是不笑的 你知道吗 你当然不知道 需要我告诉你啊 在印度旁边 有个岛 叫做西兰 现在这个国家 叫西里兰卡 斯里兰卡 就是西兰 就是印度啊 印度 旁边这个岛 叫西兰 西兰 有一个极少数极少数的民族 都快绝种了 一般平高啊 只有1米6 这个民族啊 叫做VEDDAH VEDDAH 怎么念呢 念Y的 Y的 Y的 VEDDAH 这个弱小的民族啊 从来不笑的 人类学家就感到很奇怪 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种族 他不笑的 他脸上甚至没有 没有笑的神经在动 结果就发现了 果然有这么一个种族 他是不笑的 他已经被 在斯里兰卡 就在西兰 已经变成一个被挤得非常少数的一个 少数的少数的一个 落小民族 他是不笑的 我们觉得好奇怪 不笑的不止包公 居然有 斯里兰卡 一个少数民族 他是不笑的 我为什么要宣扬我的 宇妙天下 就是当我提出来一个故事 或者一个论点的时候 我会找不同的 一些相关的 类似的 不禁 不管是古今中外的 把它尽量的集中在一起 银行 开一个银行的时候啊 有一个术语 叫做同业堆花 一个新银行开幕了以后呢 别的银行啊 跟你同行了嘛 同业是吧 堆花 百花堆给你 不是百花堆给你 那么花就是存款 为了给你新的银行 制造业绩 面子好看 很多银行跟你同行的 就有意的把钱 就存到你的银行里面去 使你一开业啊 就变得钱很多 叫做同业堆花 同样的 李敖宇妙天下 节目的做法 就是同业堆花式的 同业堆花 我把同类的资料 把它集合在一起 那你说 现代人 难道还有包工啊 有 过去主持我们伟大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个宣传的一位同志 叫做丁观根 他审查节目的时候 从来不笑 他是个很认真的人 一位了不起的共产党员 可是呢 他在处理节目的时候 审查节目的时候 他能够不笑 大家在私下里佩服他 就是说 你怎么能够忍得住 有的时候 可是丁观根同志 他有这个本领 所以我特别 保养他 就是有的人 觉得有包工的这种本领 他可以不笑 当然在我这种 玩世不恭的 聊的认知下面 我认为这个不笑 是忍得住的 忍得住 可是我承认 我忍不住 我很多情况底下 我都会哈哈大笑 好了 大家看到没有 当我谈到不笑的时候 就会啦啦啦啦 讲出来这些项目 随便翻开 像大美百个全书 翻开一页 好不说 大家看到 你看 他谈到了 他看到这个 VEDBAS VEDAS 看到没有 他说 这个民族 这个种族 是几乎 几乎灭绝了的 几乎灭绝了的 西兰的少数民族 现在呢 他们有一部分 是在这个山区里面 是在这个 这个东部的山区 冲林里面 他自己呢 他们相信的 相信是泛灵论 相信泛灵论 什么是泛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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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灵论 A N I M I S T S 什么是泛灵论 泛灵论就是 相信什么东西 都有他的灵魂在里面 都有他的神在里面 猫有猫神 狗有狗神 人有很多神 这很像中国的 这个江子 相信道 道无所不在 甚至道在小便里面 道在大便里面 道是真理 真理无所不在 这个可怜的少数民族 相信泛灵论 在这里 我们看到没有 整个的大美百大全书 对这个 威达这个民族 只是寥寥四行 可是 编 大美百科全书的人 不知道 威达 威达的这个 威达这个民族 是不孝人 那什么人知道 要很精细的 人类学家才知道 要聊才知道 百科全书的编者 并不知道 我 跟大家讲 我是一个嘻嘻哈哈的人 我做这个节目 尽量带来笑容跟喜感 整个的特色 用康有为的一句对联 来表达 就是筋骨必尘 节乐趣 天人心感 有深情 筋骨必尘 节乐趣 天人心感 有深情 这是我这个节目的一个特色 康有为 写的这个字 再用历史再转回来 又和笑有关系的 国民党当时统治中国的时候 不是蒋介石一个人说了算 蒋介石还没有变成百分之百的独裁者 因为还有很多老同志 所以当时成立了抗战的时候 有名的作为国民政府 蒋介石 只是实际上的 有权力的 作为蒋委员长 真正的名义上有头衔的人 是国府 国民政府主席 他叫林森 叫林森 台北市 还有林森南路 林森北路 那就是林森 林森还有一个铜像 立在台北市 当然走过的人 尤其是台北 北一女 一女中 那个铜像在一女中附近 女学生走过去一看 会问谁是林森 很少人知道谁是林森了 因为那个对年轻的女孩子而言 林森就是上古史 这是蒋介石和林森 林森做了国副主席 后来死掉了 我还保留了 当年在1943年8月3号的报纸 我给大家特别介绍这个报纸 这个报纸是中国抗战时候的报纸 现在我们看起来像是插屁股的那个纸 可是这个纸有个好处 它经过了这么多年 它还是柔软 还是很柔软 可是纯粹的印书的那种道纸会裂掉 它这个纸 它是这么久 还任性这么强 后来他死掉了 他活的时候干什么 活的时候什么事都不干 专门叫蒋介石派他做那种礼貌性的活动 请看 我给大家看的一个秘密的公文 就是当时跟美国跟中国英国签订了平等条约 由国民党的秘书长吴铁城 锦城 城给谁呢 城给蒋介石来决定怎么样举办这个仪式 蒋介石批 看到没有 成文写的小字 归归聚聚 蒋介石大笔议会 请林主席主计 请 带院长起草记文 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 跟美国签约以后 要向国民党的总理报告 所以呢 由林主席 就林主计 由带院长 戴传贤 起草记文 可以 你看吧 下面写中正 蒋介石签名 就这么草率 可以 就是批证公文的 叫他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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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总理好了 我不去 请他去 他就去 国民党的将军 乔家财 被判死刑 蒋介石 批 无期徒刑 可以 改成 无期徒刑吧 就这么草率的 就有死刑 改成 无期徒刑 就蒋介石的 这个 独裁者的气派 林森 就这样死掉了 大家看 长得 漂漂亮亮 人模人样 作为一个国家的 虚伪的元首 还蛮像个样子的 所以我才说 国民党有时候选人 他长得样子还算好 人很坏 可是长得还算好 所以我才说 在台湾的国民党 国民党人面兽心 可是民进党呢 寿面兽心 长得都是 连人样都没有 长得那个讨厌像 至少 你看看 林森看起来啊 长得 好 很好 可不得了了 蒋介石 他 老婆 是宋美玲 宋美玲特别喜欢一个女孩子 叫她孔二小姐 孔二小姐是宋美玲的 姐姐的女儿 姐姐的姐夫就是孔祥熙 大采访 孔二小姐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妖怪 喜欢做男人动作 吊着雪茄烟 穿着西装 戴着流氓帽子 还开着卡车 有一天 林主席在前面的车在走 他的卡车就冲上去 就造出车祸 林森主席受到惊吓 就死掉了 所谓的国民政府 就没有主席了 蒋介石 继续做他的独裁者 做蒋外园长 可是呢 他需要一个形式上的主席 就找到了吴志辉 就吴敬衡 吴敬衡 吴敬衡 老奸巨华 他知道 做所谓的国府主席 形式上的 这个中华民国的 那时候中华民国还没有亡国 在1943年还没有亡国 做这个主席 蒋介石自己想做 林森因为是老同志 他不死 蒋介石也不能把他堵死 可是 可是阴错阳差 出了车祸 他居然死了 蒋介石形式上 找其他的国民党老同志 来做的时候 真的意思是假的 就是我请你来做 骨子里面 你最好不要做 你不做的意思 什么意思啊 对不起 轮到我蒋介石 实际来做 我又是实际的独裁者 又是实际的领袖 所以这个吴志辉 吴敬衡就发现了这个真理 当蒋介石 开着车队 来找他做 国民政府主席的时候 他拒绝了 他的理由是 等一下告诉你 李敖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死的时候 需要有一个人做新的国民政府主席 蒋介石 敬恒 吴志辉 吴志辉的理由 太有趣了 他说你找我来做 我愿意做 可是我有一个缺点 就是我看到外国人 要洋人 我看到洋人 我就要笑 因为洋人长的样子 不像我们中国人 长得怪不怪样 我看了以后 我都忍不住 哈哈大笑 他说你想想看 如果我接见外宾的时候 或者外国的大使 要递成国书的时候 我做了国民政府主席 一看到他 我就哈哈大笑 这成什么事 崔同啊 把事情搞乱了 所以我忍不住我的笑 因为我要笑 所以不能够做国民政府主席 用这个有趣的理由 他拒绝了 那蒋介石 当然也就顺水推舟 从此 蒋介石就从蒋外员长 变成了蒋主席 后来这个混蛋 就变成了所谓的蒋总统 就是这么来的 李敖从包公讲起 讲到了西兰人 外的这个种族的不孝 讲到了我们所佩服的 丁关根同志不孝 讲到了吴志辉 国民党的党国元老 看到外国人就要孝 一串的讲出来 告诉大家孝的故事 还有悲剧在里面 吴志辉 89岁的时候 要死在台湾 那天晚上 是10月30号 一行判断 他至多再活一天 他可以活到 第二天 活到10月31号 可是第二天不许你活 为什么不许你活 10月31号 正好是那个老混蛋 蒋介石的生日 蒋介石生日那天 忽然死了一个党国元老 你就不出我眉头吗 所以大家研究 怎么办 他眼看的就要死在 10月31号 死在蒋介石生日这一天 好吧 既然已经活到89岁了 我们就下毒手吧 就把他拔管子 拔了管子 逼他在10月30号 蒋介石生日的头一天 早死一天 来拥护领袖 还有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 所以他就这样死掉了 这是学问的 你哪一天死很重要 这个老家伙不识相 最后差一点就死在 10月31号 可是有人也不识相 没想到阴错阳差 在蒋介石没有变成正式的独裁者以前 那种人先死了 死的日期正好是10月31号 就死在蒋介石的生日这一天 那怎么办呢 你讨厌呢 把你忘掉 有名的中华民国 开国 就开国时刻的中华民国 推翻满清的 当时有八个大字 叫做孙氏理想 黄氏实行 孙中山的 他的理想 姓黄的 帮他来实行 这个人就是黄兴 就是黄克强 好不说 这个黄河岗 七十二烈士 是黄兴黄克强带队去革命的 当时两个手指头都打掉了 他突然死里面逃生 打掉了两个指头 黄克强 因错阳差 死在了 10月31号 从此 黄克强 虽然有丰功伟业 虽然是了不起的革命英雄 可是因为 死不逢时 人家是生不逢时 他死不逢时 正好死的日子 就是老混蛋 蒋介石的生日 从此就不纪念黄克强 可以纪念孙中山 可以纪念张三李四 可是不纪念黄克强 原因就是他的忌日 就是蒋介石的生日 就不纪念他 这就是黄克强 证明了没有上帝 黄克强只活了43岁 一辈是86岁 蒋介石活了89岁 刚才我讲的 那个吴志辉 看到杨儿就要笑的 也活了89岁 他寿命啊 比黄克强多一辈 证明了没有上帝啊 如果有上帝 为什么人 有的人 好人只活了43岁 很多坏东西 活了89 证明了没有上帝 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啊 我拉杂的串联 把他串在一起 在宇明耀天下里面 一次讲个隐厅 看到没有 我可以从包公讲起 一路一路讲 讲到蒋介石 吴志辉 最后还外搭 10月31号 这天不能死的人 讲到了黄克强 黄兴 所以我们看到 台湾地区 最有名的路 就是中山路 纪念中山 台北是有中山南路 中山北路 中山路 然后还宜仙路 中山 号宜仙 宜仙路 然后蒋介石这个混蛋 叫做中正路 对不对 中正路不能分南北 中正路是东西向的 然后才可以看到 也有其他的一些路 为了拍美国的五星上将的马屁 麦克阿萨元帅 有麦帅公路 为了拍美国总统 罗斯福的马屁 台北市有罗斯福路 可是没有 克强路 黄兴路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死的日期 犯了我的机会 就被取消了 请大家注意 历史的分析 历史的解释 是多么重要 我李奥能够把这个解释 给你解释出来 你可能忽然注意到了 为什么台北 早是孙中山 那个成就孙中山的 那位黄克强 为什么没有路 纪念他 我把它解释出来 因为他死非其时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一点 我们看到黄克强的一个纪念品 他一个印印 送给了日本的一个人 叫宫崎银藏 宫崎银藏 他一个印印 送给了日本的一个人 叫宫崎银藏 宫崎银藏 在这里 宫崎银藏 有人念宫崎银藏 错的 宫崎银藏 这个印文是 一笑逢君 在此时 我一笑 碰到你 碰到你 我一笑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眼前 就在当下 就在今夜 我看到你 我就笑起来了 这是黄克强 写给他日本的革命同志 宫崎银藏的 他 这个写给日本人 可是我们想到 最有名的一句诗 叫做 相风一笑 免恩仇 这句诗 是鲁迅写的 可是不要忘记 也是写给日本人 可是 龚崎 这个日本人 宫崎银藏 黄克强 是搞革命的 鲁迅写这个 相风一笑 名仇给日本人 日本人是 那个时候是 搞中国的鬼的 侵略中国的 所以 朋友 可以相风一笑 仇人 不可以随便的 相风一笑 就 恩仇就不算了 如果把仇人的恩仇 都不算了 那就是 那个混蛋 蒋介石 他 搞的那个政策 对日本 不要求赔偿了 因为我们 以德抱怨 中国人被日本 杀了那么多 你一句话 就以德抱怨 可以吗 李敖 宇妙 天下 我刚才 我刚才谈 我们要有喜感 要有笑容 要有笑声 并且呢 也不一定是 偷偷偷偷偷在笑 我们可能要 哈哈大笑 可是有的时候呢 不一定 哈哈大笑 那种会心的一笑 也是笑的一种 在内地 有一个很好的顺口溜 我的好朋友们 帮我写来 我念给大家听 北京人 说他 风沙多 北京有很多风沙 内蒙人一听 内蒙人就笑了 为什么 内蒙人 经过的风沙 更多了 北京人 说他风沙多 内蒙人 就笑了 内蒙人 说他 面积大 新疆人 就笑了 因为新疆 比台湾大 四十四倍 比内蒙 要大 外蒙古 也是大台湾 四十四倍 可内蒙古少 所以内蒙人 说他 面积大 新疆人 就笑了 就是吹牛 新疆人 说他 民族多 云南人 就笑了 云南的民族 比新疆还多 云南人 说他 地势高 西藏人 就笑了 我比你还高 对不对 西藏人 说他 文物多 陕西人 就笑了 我们的 历史文物 比你多 陕西人 说他 革命早 江西人 就笑了 江西人 说他 能吃辣 湖南人 就笑了 湖南人 说他 美女 多 四川人 就笑了 四川人 说他 胆子大 东北人 就笑了 东北人 说他 性子直 山东人 就笑了 山东人 说他 经济好 上海人 就笑了 上海人 说他 民工多 广东人 就笑了 广东人 说他 大款多 钱多 香港人 就笑了 香港人 说他 二奶多 台湾人 就笑了 台湾人 说他 想独立 全中国人民 都笑了 这个就是 很有趣的 一个顺口溜 他的结构 非常紧凑 表达的重点 表达的 非常的好 可是台湾人民 不笑 为什么不笑呢 因为台湾人民 被污染了 做梦 以为可以独立 一直闹到现在 为什么会闹到现在 因为他受了一个 错误的讯息 这个讯息 就是说 台湾独立 对台湾有利 台湾独立的 那些大将们 像写 宣言的 彭明敏 他一个重要的比喻是说 台湾和美国 独立 有一个相同之处 就是当年美国独立 跟他的祖国 英国 闹独立 英国美国 同文同种 可是独立以后呢 会变成两个国家 并且很友好 兄弟之邦 所以 希望台湾跟中国大陆 就比照英国跟美国 当年一样 成为两个独立的国家 然后成为兄弟之邦 很友好 讲给我听 有没有道理啊 你听 很有道理啊 美国跟英国现在关系这么好 同文同种 可是 想想看 我问他 美国怎么独立的 跟英国打了一仗 打了八年 并且打赢了 打仗的过程里面 还有法国人 帮忙 打赢了 请你告诉我 我们要不要跟 海加西边的打一仗 并且可以打八年 并且用美国人帮助我们 可不可能 不可能啊 你看到 你看到的是结果 就独立成功了以后 英国同意美国 独立了 成功以后 才有这个结果 如果没有这个结果 你看前面那个过程 过程不可能 第一 你有打八天的本钱吗 我在台湾的 所谓的国会 我做立法委员 我在军事委员会 做委员 我做了一个分析 大家一听啊 觉得好有道理啊 我就逼着国防部长 李洁 我问他 台湾可以守多少天 台湾本身 能不能抵抗共产党 他说不可能 他说等 台湾要守14天 等美国人来救我们 然后我把台湾在美国的地下大使 叫做李大为找来 我问他 如果14天以内 台湾被打成了稀巴烂 变成废墟了 美国人还来不来 地下大使李大为说 变成废墟 美国人就不来了 好 我说好 问讯 我这质问搞结束 停止了 他答复我以后呢 这个地下大使李大为啊 发现他唏嘘 发现说漏了 他就要求主席啊 说再让他讲话 主席就准备再让他讲话 我转过身来 他就指着主席 我警告主席啊 你不要违法 违反立法院的议事规则 我已经讯讯完毕了 他怎么还能讲话 给我闭嘴 不能讲话了 结果李大为就不能够再讲话了 可是李大为 我从他口里得到一个结论 就台湾变成废墟啊 美国人就不来了 我用这个结论呢 反过来问 国防部部长李杰 你说14天 要守14天 等美国人来救你 如果14天以内 台湾变成废墟 根据我们的地下大使李大为的话 美国就不来了 14天以内 会不会变成废墟啊 你能守14天吗 李杰答不出来 国防部长答不出来 我替他答复 三天以内 台湾的27万军队 就要死12万人 这仗能打吗 三天以内几乎死了一半 空军三个小时以内 就被打垮了 李杰说我们有飞弹 我说飞弹 你所谓的爱国者分担 你跟共产党的飞弹 跟他打吗 我告诉你 他那个飞弹飞过来 一个只要1万美金 制作费用 你的飞弹呢 一个呢 要300万美金 一个 他飞过来 你要把它卡住 要三个飞弹 就是你要用900万美金 才能够挡住他的1万美金 你跟他拼好了 他损失1万 你损失900万 你能跟他拼吗 我又问国防部长李杰 共产党有一个红鸟式飞弹 红鸟式飞弹呢 是平直过来的 水平过来的 它的高度呢 是10到30公尺 那么高度 你这个防御的飞弹呢 像美国人买的 爱国者飞弹呢 它一起架 就是打50公尺以上的 所以当共产党的飞弹 这样平直过来的时候 低空飞过来的时候 在10公尺跟30公尺 这个高度飞过来的时候 你的爱国者飞弹 打不到他 他打到你什么呢 他打到你 我跟李杰讲 他打到你 打到你就是下体 你能防御吗 国防部长 没话就不敢讲话 为什么 防御不了 你等美国人来救你啊 你台湾已经变成废墟了 如果说不来救你 他先来 美国人从来没说要来 他说我们 李杰说 我们根据的台湾关系法 我说关系台湾关系法 是美国的国内的法律啊 他怎么定的 他说台湾海家有情况的时候 我们严重关切 这四个字啊 严重关切 并不是等于 并不等于我要救你 这两个字不相等的 或者说我要出兵 不相等的 所以 你根本守不住台湾 你吹牛 你骗人 结论是说 因为你守不住台湾 你要独立 所以 一听说 台湾要独立 全中国人民都笑了 李敖 雨妙天下 雨妙天下这个节目里面 我用喜感的方法 张牙舞爪 高谈过论 指三话戏 指东话戏 说三道四 完全是强势的 也许有人会问我 你李敖 这么样的 雨妙天下 你有没有遗憾呢 你做这种人生的方式 你的立身的形式 你有没有遗憾呢 我告诉各位 我有 我的遗憾就是 我只能在 整个的概念上面 来谈问题 对通案上面谈问题 我对很多个案 我帮不上忙 我曾经写过一首诗 讲曹操 它就是 东山苍生阿满泪 只救文姬一人灰 在乱世里面 很多中原的女孩子 被胡人抢走了 她只能救回来 她自己一个老朋友 蔡博杰的女儿 蔡文姬 她无法全部救回来 我个人的遗憾是说 有些个人 他们对我李敖的崇拜 或者信任 他们会直接间接 找上我 向我帮着他们 常常我帮不上忙 帮不上忙的原因 是我只能就 通案来谈问题 无法救个案 来帮着别人忙 请大家看一个报纸 一个模特 女模特 她用刀切她脖子 文静 然后跳楼 抗议司法不公 就这个模特 自杀了 司法不公 可是报上讲的 怎么说呢 说她 以死明治 指明李敖洗冤 她跟我不认识 她希望我替她讲话 她的冤屈 她先死了 然后证明她的冤屈 然后希望李敖帮她洗这个冤 我们看报纸 家暴离婚 官司缠身 女模一身红 圣诞夜 跳楼 楼顶地上 喷红漆 写下收黑钱 骂法官 冤枉 她冤枉 两封一书 分别给李敖和媒体 我跟她完全不认识 她临死了 焦点李敖 替她喊冤 我告诉你 这就是我的遗憾 很多人 她寄希望于我 事实上 我对解决一些个案 无能为力 原因 解决个案 需要用个案的方式 而不是我这种 通案的方法 可是我觉得 我辜负了很多人 对我的 好意 对我的寄望 觉得我能够帮他们忙 其实不是的 蒋介石跟她儿子蒋建国 有一次出游 出门 碰到路上乞丐 向他们要钱 那个乞丐好可怜 蒋建国就要掏钱 蒋介石阻止他 说不要付钱 为什么 说这个是社会局 官吏的事情 你不能直接救他 要用社会局人去救他 这话看起来很无情 事实上 真的是这样子 这个责任 路上有乞丐 这个责任 是政府的责任 政府要救他们 政府的责任 不是个人的责任 不是你个人捐了钱 我同意 个人捐钱 代表他们的慈悲 可是 真正 希望于 个人的救济 是错误的 我个人 无法帮很多 个人 个案的忙 我只能通案 来讲问题 可是引起了 一些人的错觉 以为我 三头六倍 可以解决很多 个人的问题 事实上 我做不到 并且 很多个人的问题 是结构性的问题 不是 结构性以外的问题 结构性的问题 是司法黑暗 那么你要干什么事情呢 你要干的是 如何使法官 变得不黑暗 可是现在法官 黑暗这些法官 我不能为力 我可能说 多二年以后 我们希望法官 能够 不在黑暗 我们做的是这种工作 先知性的工作 可是一般人 不知道 可是 面对着一般人 我会觉得 很惭愧 或者觉得 很遗憾 觉得 当别人 那么样希望 我能够帮 帮助他的时候 事实上 我帮不了他 也许 我集中我的精力 去帮一件事情 也许可以 发生效果 可是 反过来 又影响我做 通案的工作 会使我 没有时间和精力 做我觉得 我更该做的 广大的事情 这是我的遗憾 谈谈 李敖 与莫天下 跟我李敖的 势力 我告诉大家 有他的曲线 看起来 像逃避责任 真的原因 是真的有的事情 我是做不到的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美 不看你的眼 爱上你 忘了我是谁 忘了我是谁 喜欢你 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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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D